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日凌晨,英超有焦點戰 阿仙奴作客挑戰諾定咸森林 今仗對雙方來說相當重要 諾定咸森林急需要搶分,取得上岸 而阿仙奴就要全力充冠 但主動拳已經不在自己手中 所以說雙方,今仗都不容有失 不想隨便輸一場比賽 所以說這仗一定是一場惡鬥 說回諾定咸森林 之前阿和里依連場上演梅開二道 一場是來自於與修咸棟的護級大戰 另一場是來自於與車路士的交戰 兩場來之不宜的四分 令到諾定咸森林暫時度過危機時刻 三十輪聯賽他們現在有三十四分 已經掌握護級的主動拳 相對於季初 在谷巴大領之下 他們的弟子近期展示出較好的入球感覺 近五輪聯賽坤場可以入2.4球 除了上述提到阿和里依之外 奧利華拉和基比斯韋特 亦有得出的表現 他們三人幾乎包覽了期間的全部入球 這也是球隊得以反彈的關鍵 更重要是他們今季的主場表現都算是理想 攻守演出相比座下的時候 好好多 之前同時近兩位主場的勝將 都能至少攻入三球 所以今將有主場之理的諾定咸森林 是更具備奮力一搏的信心 陣容方面後衛比安干尼和前鋒活特都因相缺陣 另一邊阿仙奴上輪在球場 刁盡顏面 不僅慘租白禮頓三球大炒 同時基本失去曾冠的原念 佳恩球隊目前多賽一輪 仍落後帶頭的萬成4分 而且自己只剩下兩輪的情況下 曾冠難度非常之大 冠軍原念今輪有望前提揭曉 由於賽程安排當中 阿仙奴比曼城開賽時間要早 從阿仙奴的角度來說 一旦輸球 即是可以直接宣布曼城奪冠 如果打和的話 曼城就需要打和才奪冠 如果贏球的話 曼城就需要贏球來奪冠 看起來阿仙奴今季奪冠已經變成不可能 始終曼城歐冠剛剛殺到入決賽 有望實現三冠王 士氣大好 但算是理好的消息是 奧迪加特目前射門感覺大好 近六輪入五球 多次拯救球隊在水深火熱中 成為對內的主力得分手 好好分擔了加比爾至西斯和寶卡尤沙卡身上的壓力 另外雖然外球隊今季首循環曾五球血洗落定咸森林 但之前兩次作客面對落定咸森林都是輸的 所以華仙奴金將未必會好像首循環主場作戰的時候看得那麼輕鬆 正如芳面前鋒、馬田利利和後衛父安健壤都是因傷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